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办法了 因为塞不下人了 因为你看回海报 我们之前预计是40% 现在已经升到60% 再塞到一两个其实已经很逼 所以就要把握时间了 除了讲讲座之外 有些生意的新的合作 最近就有想出来的 希望到时可以分享给大家 同时也会增加了两个名额 是保证回本的生意 不过是有条件的 一个呢 希望你能够适应人像 适应人像或者适应风景也可以 人像为主 拍完风景就更加好 另外呢 就是会画漫画 又或者设计一些图卡 当然以漫画为主 漫画的风格就可能以黄司马 或者像老夫子那些 有趣一点的漫画 有趣一点的 有这两样东西 我有些生意 是可以保证 在三年内 是回本给你的 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络 或者参加讲座的时候 才再谈 好了 多谢支持 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人港台 今集继续我杰拉一斗 还有啊 王天佑先生 即是阿Joe 大名鼎鼎的 上集讲到过年了 现在都差不多过年了 就是讲一下台湾和香港的过年分别 由年尾开始 香港是年二十多 就开始说行花市 那么 台湾是轻轻的呢 台湾都不是年宵市场 但他们都有 要去买这个年货 八年货 都有八年货 那么 通常台北有一个地方 专门是八年货 在这个附近 我一直想不起 即是在 观众知道 在这个 这个 近住的地方 叫什么地方呢 不是什么 通化街 不是通化街 滴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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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台湾人都知道 滴化街 台湾是滴化街 即是去买八年货 那些八年货 其实很多东西是同乡 我都差不多 就是摆全盒那些 那你想说 因为我老婆本身 她的家都是广东人 其实 这个爸爸是广东人 所以有些传统 都挺近似香港人的 所以你要问我 这一部分 我真的没有人可以提供 全部台湾是否这样 譬如说 要摆全盒 她的家都有类似的 过年有少少都相似 那当然 例如练夜饭 都是要回来吃 就是练三晚回来吃练夜饭 这个好像全台湾都是 练夜饭 练夜饭真的要走 店铺也收拾了 每天都要回家吃饭 通常那天都是早下班 就算我们要上班 如果不是 当然现在假期 其实不是年三天就放 年二十九已经放 今年是年二十九就放 有些公司行后 例如三十万才放 都会提早下班 带了回去吃练夜饭 不不就是 刚刚早那一轮 我们的苏貞昌院长有宣布 说来附近 应该都会 年三十万都会放假 二十多年 今年都放几天 一二三四 七天 七天 二十七天是放星期三 假如你有假期 请了四五便放十一天 四五六天又放 大概多爽 对呀 好像比起香港来说 这件事应该比台湾优胜 就是过年的假期 其实是很长 比香港的 当然香港人可能都知道 香港人有放圣诞 这边是没有圣诞 以前还有一个行献纪念日 就是二十五号的坊 方便一些 变相方便了基督徒 二十四号晚可以去圣堂 然后去完隔日都有假房 但现在没有了 所以过年就变得更长 就是练课大家 拜完课 初一、初二、初三 有什么特别东西 过年 上一集 其实都是 当然结婚 即假出去的那些 都会回来梁家 这个其实都很接近 有一件事 可能香港的观众 就比较没那么清楚 就是什么 台湾一个地方大 南北 其实是几百公里 很多人 可能就是南部人 就嫁去台北 台北人嫁去南部 到那天 譬如你要回梁家 那天 就是 塞了车 要是订高铁 订火车 或者自己开车 那几天 其实交通是非常乏乱的 过年期间 常常有人到处穿梭 台北基本上 过年都说是类似空城 很多人当然要出去玩 香港也是 再不然 可能回到中南部 很多家乡 上来北部工作 所谓北漂 回到北部工作 这个又是大陆东西 就是他们这样说 被漂青年 所以这件事就是 可能 你见到 运输那方面 大家过三年要赶 有点像中国 反而在香港 就比较没能感受到这件事 所谓春运 大陆用词 春运也是 那就用完了 一来如刺 这样的情况也挺特别的 你在台湾才会感受到 我也有很大感受 虽然我没有乡下 但我曾经是讲坡 原来年三十万 初一那些要讲坡 扔不了车 真的买不了票 挺惨 尤其是早年 火车 台铁系统很差 订票很麻烦 经常被人抢 就抢 被黄罗抢 近一两年 就好像好了 系统有改善了 再加上有高铁 高铁之后 又多了个选择 其实还可以坐飞机 变成多了些选择 疏运交通就好了 那习俗上有什么特别东西呢 譬如你外加方面 刚才我提过 因为外加都是广东人 所以跟香港差不多 也很接近 譬如再讲回娱乐方面 你看回香港过年 当然有很多娱乐节目 有些综艺节目 过年的特别节目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的 那些三台都有些 搞什么特别的过年节目 很多人来说是唱歌 那些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唱歌跳舞 电影台有 重龙艺 就是《匿姑匿姑》新年才 过年最喜欢播这一部 打麻雀 因为我外母都喜欢打麻雀 过年也是会打麻雀仔 台湾麻雀和香港麻雀不同 如果要讲也可以讲一集 台湾麻雀十六张麻雀 教台湾麻雀教学 也好 要拿麻雀放在这儿教学 有些不同 但是都会打麻雀仔 这件事都很像香港人 其实都没有太大差别 好的 那我们安排一集 我整队麻雀在这儿 好 有机会 台湾麻雀教学 即是熟悉了 日本麻雀我都知道 可以三地麻雀说 香港麻雀 日本麻雀 台湾麻雀 那些班车都能去到的 当然都会辛苦些 如果駕駛车到桃园 再不是 其实都有长途客运 那些 过几个钟头到 过年那几天 都会留在桃园 即是外母那边住 如果我不回香港 我会住在那儿 我之前过来都会回香港 华西 人家说 駕駛駛駛駛 当然大陆会回香港 但是今年这样的情况 即是香港这样的情况 所以今年就不回香港过年 都是在台湾过年 我觉得很多年 没有去香港过年 我唯一可以休息一下 就是过年那几天 睡足几天 所以没什么好玩 而且有一件事 就是特别提醒 尤其是Joe也说 过年就 又离开车 玩就尽量都没有 对 所以如果你说 香港人过年有假期 想去台湾玩一下 其实过年那几天 真的没什么好玩 很多电话又不开 再不是 游乐场那些又开 但是很多台湾人都会去 所以对 如果你游客想着 我过来感受一下 过年顺便去那些游乐场玩 真的不好意思 那几天很多人 例如例如例堡 中南部那些 九重文化村 小人国 通常都是人 塞爆了 不太适合过年 打算出去玩 出去玩过年 我觉得都是去日本 韩国 可能好些 我说那里也很多人 很多游客 香港游客 中国游客 什么时候游客 香港游客 但有些不是放过年 一天没有日本游客 不太适合 没太多 提一提 我试过初一 当时我妹妹去玩 我初一和她去玩过 开车去南投 台中 高速公路 平均时充 是不超过50公里 大家可以知道 行得多慢 高速公路 不是一般马路 所以真的失败很厉害 所以没什么都 不要过年来 在台湾玩 其实好像我自己上去玩 叫别人 你不要来 但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 我试过过年期 上台北玩过 初一二那些日子 是很舒服的 觉得好像没什么人 对啊 我刚才也有说 台北是空城 台北是空城 但是 上台北变了很多东西 都不方便 很多店铺都不开 小店不开 很多店铺都不开 你变了什么东西都贵 当然一定贵 只剩下一些大机构的东西 高級的东西 麦当劳那些 那些一定有 社会议成功 链锁那些 和大集团那些 但是台北相对比平时比较舒服 当然 没那么多人 我试过十多年前 后来都是台中过 现在也是的 如果你上台北玩 可以上去找我 打麻將 二人埋了吗 好啦 今集差不多了 讲了过年 下次再講一下Joe和其他台灣東西介紹 打麻將 打麻將一定有一集 所以拭目以待 好了,就這樣吧,拜拜